嫁入侯府座续贤那日 小姑窜多世子 逼我向其王母的排位行妾礼 世子泪眼滂沱 说得情真意妾 爹爹从前分明说过 此生为母亲 一人为妻子 既已有正妻 如今唐前这位 不就是妾是吗 看着沉默的夫君 满目挑衅的小姑 我玩耳一笑 小姑如此疼爱世子 莫不是想替我做这续贤 我是端国公府的独女 我爹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定远将军 更是与先帝一同打江山的古宫之臣 自父亲在战场上陨落 长兄变成了府中的当家人 新帝即位后 连熙靖远侯高堂不在 壮年丧妻 有意将我赐婚侯府做续贤 圣旨送到叶府那日 兄长满眼忧心 京中谁人不知那顾玄昭与王妻情深意重 要妹妹嫁过去 岂非平白惹人笑话 陛下这是有意试探 我叶家有无不成之心 再说那顾玄昭如今已伤了腿 再无上战场的可能 更无军功傍身 形如空架子 为你赐婚 便能提防我叶家 以联姻来将权势做大 看着母亲并边的斑白 我扶在她膝上 恍若无事道 既是陛下赐婚 女儿只笑做个富贵的高门主母便罢 任她如何悼念王妻 也当静我尊我 可大婚前 静远侯世子 竟与幼帝在九楼起了争执 沈氏嫁与顾玄昭十年 只有这么一个嫡子 府中更是无妾室通房 足见两人恩爱 世子顾允堂 自幼众心捧月 被骄纵着养到十岁 自沈氏撒手人还后 顾玄昭更对这个世子疼爱有加 就连府中未婚配的小姑姑淑然 都将世子视作心肝 日日贴身照料 当初陛下赐婚的消息传出 侯府便传出世子大病一场 在榻上控诉亲爹 直言王母尸骨未寒 顾玄昭便不顾念旧情 要迎娶虚嫌 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此事传到陛下耳中 当即传旨让顾玄昭入宫 好一通训斥 回去后顾玄昭便将世子禁足 足足十日才让她安生了些 我与顾玄昭大婚在即 我到底是要做她的嫡母的 此事若不小心处理 便会落人口实 谣传我尚未入门 便仗着国公府的事对付世子 我到玉春楼的时候 世子正已在小姑怀中哭泣 一边脸还肿胀着 一旁的幼帝攥着拳头 怒视着顾允唐 在马车上 婢女双桃三言两语 我便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起因是 幼帝在酒楼吃茶点时 未认出世子与小姑 更为行礼问好 小姑顾疏然便出言训斥 幼帝不知礼数 话里话外皆言我端国公府 仗是欺人 言比天高 世子更是出言不逊 说幼帝这般 恐怕我也是个粗鄙不堪的花瓶 定远远不如她的生母 温婉千功 日后若是我嫁入侯府 也定不会换我一生母亲 幼帝气急 加之顾允唐不断挑衅 一气之下便与她动了手 虽只比世子年长一岁 可到底是自幼习武 不比世子骄养 只是两招 世子便被惊得出不了一声 姐姐 她好歹是侯府世子 竟这般不懂礼节 若非弟弟自幼跟着父兄习武 恐怕就要被她这般阴毒手段伤了去 对面的顾书然却是脸色骤变 将怀中的世子搂得更紧了些 冷哼道 堂哥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 叶公子便这般恼羞成怒 要动手 若非我护着 你这没轻没重的莽夫 岂不是要伤了世子 幼弟满脸胀红 正欲争辩便被我拦下 既是顾侯的妹妹 日后我也是要叫您生小姑的 那扶您今日倒是想请二小姐解惑 世子究竟说了什么 让我幼弟如此气愤 竟动了手 她的脸骤然暗淡 气愤地指着我 不过是孩童之间的玩闹 何至于下如此毒手 你可知这是侯府唯一的世子 兄长放在心上的笛子 叶小姐如此无礼 便不怕日后兄长怪罪吗 我抿了一口热茶 悠悠道 我只知晚辈应当敬长辈 竟不知还有长辈要看晚辈脸色的道理 且不说我如今尚未嫁入侯府 若是暗顾二小姐的意思 岂非我日后嫁入侯府成了主母 竟要日日看顾着世子的脸色过日子 她被我问住 脸色几变 我加重了语气 我日后到底也是要做世子的嫡母 小姑纵着世子如此如我 莫不是要提前给我端过功夫 一个下马威 原先还扑在顾书然怀中的世子 此刻却转过身 呃狠狠地盯着我 你这个坏女人 我不许你欺负姑姑 她抄起身边的茶盏便向我砸来 茶盏不偏不倚地砸在我额头 滚烫的茶水 见湿了我半边脸 双桃大惊 放肆 你竟敢伤了小姐 我却是摆了摆手 不慌不忙地拿出帕子擦拭 玉春楼下来是达官贵人聚集消遣的地方 这一出好戏早已引来不少贵人为官 与国公府交好的上书令夫人 竟也看不下去 忍不住出言为户 这侯府好歹也是世家 未成想竟这般不懂规矩 叶家乃天子重臣 岂容你一个小小孩童如此折辱 这是明着打陛下的脸 陛下赐婚已成定局 他对叶家的顺从很是满意 若是侯府当众折辱我的事情传了出去 必定引来陛下降罪 届时 该怕的人恐怕不是我 果然 不过半盏茶的功夫 顾玄钊便火急火燎地冲进玉春楼 传言如长了翅膀一般 想必顾玄钊来的路上已瘦了不少白眼 一见顾玄钊 原先还愤愤不平地顾书然脸色净软了些 我隐秘地瞥了这两人一眼 竟怎么看都不像兄妹 世子一见轻爹 竟是立马变了一副委屈的嘴脸 扑进顾玄钊怀中便要诉说委屈 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 顾玄钊脸色铁青 语气好似极力克制 放肆 才将你放出来就生事 莫非我是苏日泰纵着你了 世子捂着脸 满脸不置信 眼尾的泪珠雨点般落下 顾书然马上将世子护在身后 出言质问 兄长你疯了 堂儿可是你的亲儿子 你竟为了一个尚未入门的续贤打她 我与双桃谋光交汇 她当即便知晓了我的意思 侯府好大的威风 京中谁人不知小姐是国公府独女 自幼也是在太后膝下长大的 便是皇子也得敬小姐三分 如今竟被未来夫君一家折辱 传出去别人该如何笑话 若是侯爷这般不满意陛下赐婚 何不自己去回了陛下 我家小姐可不是上赶着求侯爷娶 我适时地制止双桃 不得无礼 陛下赐婚 起事儿戏 看着我额间烫伤的红痕 顾玄钊眉头醋得更紧了些 书然 你何时也这般不懂规矩了 往日都是你照料堂儿 今日怎纵着她对叶小姐无礼 顾书然被训斥 咬牙切齿地盯着我 满眼的不服气 雨霸 她面露难色 俯身朝我致歉 今日之事还望叶姑娘担待 当日我在战场上伤了腿 受了剑毒 是王七审视日夜照料 为我吸出剧毒 我才捡回一条命 可她却因此伤了身子 不过二十五便离世 我就这么一个幼子 瞧着她总会念着王七 难免浇惯了些 我奄然一笑 我知道侯爷心疼世子 可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若是今日之事 传到陛下太后耳中 世子日后 能不能顺利承袭爵位 道是另说 侯爷怎知陛下不会疑心 侯府有不臣之心 我操到她耳边 语气略带告诫 想必侯爷也知道 当今陛下 不似先帝那般仁慈 若是圣怒之下 只怕侯爷这爵位 顾玄昭虎躯一震 顿时惊惧 反应过来后 她额间都浸出了冷汗 多谢姑娘提点 今日之事 是我未想周全 姑娘起安心 我定会给姑娘一个交代 走时 顾书兰回头 恶狠狠地瞥了我两眼 那眼神诡异极了 不像是替自己兄长鸣不平 道更像 女子的嫉恨 这一出闹剧结束后 我与幼帝留在玉春楼吃茶 惬意地听着戏 且在等等 等等这位侯爷所谓的诚意 顾玄昭离开不过半个时辰 便遣下人来给我送礼 送礼的柳嬷嬷我见过 是昔日侯府老夫人的陪家婢女 为人最是稳重 她满脸堆笑 这是老夫人当年的嫁妆铺子 价值万两 侯爷说了 小姐出身显赫 虽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 可到底要有所表示 彰显侯府对小姐的重视 说着 她拿出一个木盒 这一对双龙系猪手镯 是前朝皇后旧物 侯爷以此为小姐图一个好一头 还望小姐莫嫌弃 我笑着硬承 柳嬷嬷走后 右弟两眼放光 还是姐姐威风 任她侯府在猖狂 也得低声下气给姐姐赔礼 我和上茶展 抚上她的头 我们是一家子 一容俱容 一笋俱笋 你且好生跟着哥哥 正些军功傍身 姐姐日后也好友跟倚仗 这静远侯府虽人口单薄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往后的日子 我还需好好筹谋 大婚那日 我与顾玄钊在重宾客面前 按着礼智拜了双亲的临位 刚拜完堂 世子竟抱着沈氏的牌位 冲进正厅 她一见我便不依不饶 你既要嫁给爹爹 那就得对着我娘亲的牌位直窃礼 此言一出 重宾哗然 叶小姐是圣上赐婚 明媒正娶 从未听说有叙贤娘子 要给原配夫人 直窃礼跪拜的道理 顾玄钊额间青筋抱起 双拳紧握 花轿还未到侯府前 柳嬷嬷便知会过我 为确保今日婚事不出岔子 顾玄钊早早就提醒顾书然 将世子看顾好 断不许她来堂前闹事 她夺过世子手中的牌位 混账东西 谁允许你来这的 见此 世子却是泪眼滂沱 爹爹从前分明说过 此生为母亲 亦人为妻子 既已有正妻 如今堂前这位 不就是妾氏吗 顾玄钊 哑口无言 小姑顾书然 从人群中走出来 眼面笑道 嫂嫂是高门贵女 自然不愿低这个头 可经中谁人不知 兄长与王嫂 抗力情深 世子如今一时护母也是情有可原 她话风一转 嫂嫂既拉不下颜面 不如便对着王嫂的牌位 唤一声姐姐 敬上一杯酒水表敬意 看她满面春风得意 不用多想便能猜到 今日之事 必定是她穿多世子 给我难堪 骑虎难下之时 我当即便将眼面的团扇放下 用命吓人 将沈氏的灵牌放在堂上 随后 搭上顾玄钊的手安慰道 夫君莫恼 既然夫君曾许故人海誓山盟 我自然不好 伤了夫君的心 我笑得极其善解人意 我伤在贵中之时 便听闻沈姐姐为人千功和善 更是将侯府上下照顾得妥贴 我心中是钦佩的 甘愿换这一生姐姐 顾玄钊微微正愣 似乎是从未想到 我会如此顺程 她微微点了点头 默认了顾书然的举动 若我今日恼羞成怒 大闹宴席 便会落得一个善度的名声 两家的颜面都不好看 更会惹得顾玄钊嫌恶 与我掌管侯府不利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我缓缓端起酒水 做出一副 要向沈氏敬茶的架势 可他们到底想差了 我料到今日大婚会 恒生变故 早早便想好应对之策 线下不过是做做样子 任侯府众人日后如何为难 也找不出我一丝错处 就在这时 一声公鸭嗓 打破了这场闹剧 皇后娘娘奉陛下旨意 今日到顾府官里 仪仗已然到了顾府门前 顾书然与世子愣正原地 我立刻领着众人跪拜皇后 皇后满眼慈爱 将我扶起 随后眼眸锐利地看向顾玄钊 顾侯当真是长本事了 大喜的日子 本宫还未进顾府 便听见如此喧闹 你竟敢当着重宾客的面下 夫人的脸 若非本宫及时赶到 恐怕还不知道 要生出什么乱子 大婚三日前 兄长与我商量好 为我向陛下讨个赏赐 兄长情深一切 直言父亲早逝 母亲身子不好 我年纪上浅 便操持国公府诸班事宜 她心中百般心疼无奈 如今只怕我在侯府受了委屈 皇后娘娘是看着我长大的 主动提出来做个见证 以表皇家对两家联姻的重视 如今倒是刚好撞上这出好戏 皇后瞥了一眼瑟瑟发抖的顾书然 冷亨道 我在宫中便有所耳闻 这偌大的侯府 竟是为婚配的二小姐执掌中愧 不知这是何道理 岂有顾侯这般做兄长的 顾二小姐如今已二十五了 却还未许配人家 白白将自己耽误了 顾玄昭几乎快将头埋进地里 从前审视在时 顾书然便以长嫂平民出身 不懂府中的弯弯绕绕为由 顺理成章地将管家之拳握在自己手中 如今府中既有主母 日后府中大小事宜便由扶宁做主 顾侯你可有意见 皇后这话是威慑顾府众人 我自幼在皇后跟前长大 规矩礼数也是跟着宫中摸摸学的 若是她对此有威辞 便是扶了皇后的脸 顾书然擦着泪 眼巴巴地向自己兄长投去求助的目光 她做这风光的侯府小姐多年 自然不愿被我一个刚入门的续弦打了脸 顾玄昭视若无睹 恭敬地回话 芙宁是我的妻子 自然该由她来执掌忠愧 听到这儿 皇后的脸色才好了些 世子如此不知礼数 若不加以管教 日后恐惑及侯府 不如交由本宫带回宫中 跟着嬷嬷 好生学学规矩 若是学乖了 再将她送回顾府 不可 世子自幼在府中交养惯了 怎能离开侯府 兄长既不顾念王妻 也当心疼这唯一的孩子 提及世子 顾书然竟没了方才的唯唯诺诺 皇后眉眼贫促 加重了语气 二小姐这意思是 疑心本宫会苛待世子 线下经中谁人不知 顾侯对这个世子多有偏颇 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来日还有哪家姑娘 愿嫁入侯府 够了 顾玄昭脸色至宁 将不管不顾的 顾书然拉了回去 没再任由她胡闹 皇后娘娘为堂而着想 是顾府莫大的福分 世子脸色苍白 直到被皇后身边的嬷嬷拉走 也不敢出一声 只是始终用带着怨毒的眼神盯着我 到底是孩童 只是语气稍重些便禁不住下 又如何有胆子敢当着众人的脸下我面子 想必其中少不了顾书然的助力 皇后将并肩的一根酒篮奉钗交给我 我与她目光相撞 皆安了心 我将惊魂未定的顾玄昭拉起来 带着她向重宾客敬酒 即便前面多番曲折 此刻也都是笑脸逢迎 举杯同庆 顾书然失魂落魄 被嬷嬷拉了下去 她诡计不成 又失了管家之权 想必不会坐以待毙 而她眼中对顾玄昭隐秘的异动 总在我眼中挥之不去 加之她对我的敌意太盛 我总觉其中有蹊跷 于是大婚前 我私下遣人查了顾书然 直到兄长的探子来报 顾书然其实是顾家的养女 又是老侯爷不下的一姑时 我眼中的迷雾突然就散了 夜里 我哭坐着等顾玄昭时 便听见下人有意无意的数落 二小姐说得果然没错 侯爷对沈大娘子情深义重 这心夫人恐怕要日日独守空房了 这一晚 顾玄昭并未与我同房 而是在沈氏的排位前坐了一夜 直至晨起之时 才与我共进早膳 看着顾玄昭眼下的乌青 我满眼心疼 贴心地为她盛了一碗热粥 昨日夜里 被当众下了面子的顾书然 对着沈氏的排位哭闹了一整晚 在祠堂内大骂顾玄昭望恩负义 她受了一夜的数落 此刻自然是疲惫不堪 我的体贴倒让她疏松了不少 四下无人时 顾玄昭略带歉旧地开口道 从前我行军在外 府中只有沈氏这么一个长嫂在照料着 妹妹那时也不过同堂一般打 沈氏将她当作亲妹一般 两人情义深厚 倒是我这个做兄长的不称职 昨日皇后娘娘不满 浅身边的长氏嬷嬷 斥责妹妹 她一向性子厉害 自然是心中不快 夫人多担待些 又是一样的话 我并未表现出其他情绪 而是不厌其烦地听着 雨霸 我笑着硬撑 想来昨日小姑是念吉王嫂 这才着急上火 犯了糊涂 妾身自然是不会与孩子计较的 我搭上她的手 我知夫君定思念堂哥 妾身心中也是心疼世子的 此事既是因我而起 等过些时日 妾身便入宫拜见皇后娘娘 将世子带回府中亲自看顾 顾玄昭眼中有几分诧异 眼神当即便软了下来 你能这么想很好 夫人如此贴心 侯府日后交由你看顾 我也能够安心 见她语气稍松了些 我主动问起顾书兰的婚事 往日小姑为了照顾世子 生生将自己耽误了 沈姐姐最牵挂的 除了世子便是小姑 依妾身之见 不如让我以国公府的名义 为她寻一门好亲事 也能慰藉沈姐姐在天之灵 顾玄昭眉眼闪烁 陷入了思绪中 素日她一心沉溺在丧气之痛中 对顾书兰的婚事自然是忽略了 言及此她倒是心生内疚 几日的相处 我便知悉顾玄昭是个顾念旧情 且心软的主 这才被顾书兰多次以旧情敷衍过去 同样 我亦能用这情分 来解自己心中的一桩疑惑 不出我所料 我前脚刚同顾玄昭商议 为小姑一亲的事情 后脚顾书兰便在院中闹了起来 我到她院门口时 她正在院中打骂下人出气 她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对我的婚事指手画脚 素日我在府中待得好好的 若不是她在兄长内吹枕边风 兄长又怎会急着将我嫁出去 我眉眼含笑走近 顾书兰见我却是连庄都不愿意 开口便嘲讽道 新嫂好大的威风 才入侯府几日 便将柿子打发了 如今还窜多兄长将我嫁出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顾府竟是嫂嫂一人的 我并未理会她的挑衅 而是将我选好的名帖递到她面前 这些都是京中才貌上家的公子 都给夫君瞧过了 妹妹不妨看看 我话音刚落 她便将我的手打开 力道之大 我的手背都红为一片 别在我面前 假好心 你以为将我赶走了 你便能心安理得地坐着侯府的主 兄长这般情深义重的人 定不会喜欢你这假惺惺的女人 我未曾发怒 而是将视线转到她腰间的锦囊上 亦有所指地开口道 听柳嬷嬷提起 妹妹至今上不愿意婚嫁 并非完全为了看顾世子 而是早有一种人 这才生生将自己耽误了 妹妹不妨将那人的名字说出来 嫂嫂定能帮妹妹将婚事说成 此言一出 顾书然脸色骤变 将那锦囊握得紧紧的 我心中顿时有了定数 柳嬷嬷并无跟我说过此话 只是同我提起 顾书然有一心爱之物 日日贴身带着 我早早便在她的院子里收买了眼线 旁人不知 我却很清楚 那锦囊内分明绣着顾玄钊的小字 早在我知晓她的身世时 我心中便有了猜测 她线下的反应让我更加确信 她对自己的兄长存了不一样的心思 十年前 老侯爷领兵时 被副将救了一命 副将死前唯一牵挂家中幼女 老夫人心善 对外称她是送到庄子上养病的嫡女 病好全了便接回京中抚养 她与顾玄钊一同长大 见惯了纪月清风的少年将军 又如何有他人能入眼 若真与王嫂感情深厚 为了侯府荣光 也断不会多次为难于我 治侯府的生育于不顾 更不会将世子养成如今 这幅目中无人的样子 她见不得如审氏那般 出身平民的小门户女子 与兄长情深义重 更不愿顾玄钊忘记审视 对我伤心 这才多次窜多世子为难我 要我知难而退 主动请求退婚 如今她倒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我阔石地顿住 顾淑然双唇紧敏 半赏才不情不愿地将脸色放缓 多谢嫂嫂费心 婚姻大事讲究缘分 妹妹定会好好思量的 顾淑然并非善茶 只要她在侯府一日 我便没有安生日子过 而我今日如此试探 便是要她惊惧不安 唯恐内心想法败露 一旦她沉不住气 必然会犯错 届时就算我不出手 顾玄钊也定容不下她 历春过后 宫中便遣人送帖子到侯府 邀侯府众人一个月后 前往宫廷马求会 帖子送到侯府时 顾淑然当即便转到了我手上 还假意劝我 哥哥在家养病多日 因此也错过了外头的大好风光 若是嫂嫂能从旁劝着 定能叫兄长走出阴霾 我笑着接过帖子 便往顾玄钊的书房去 双桃撅着嘴抱怨 二小姐分明是给夫人挖坑 谁人不知侯爷自伤了腿后 便不大爱出门 素日侯府众人都不敢提及 让夫人您去劝侯爷 这不是诚心要侯爷对夫人有芥蒂吗 我捏了捏双桃的脸 此事倒是我要谢她 顾玄钊知晓我的来意后 却是自嘲一笑 夫人竟不清楚 我如今伤了腿 和废人无异 就算去了镇马球会 也无法与夫人并肩上场 恐怕只会丢了夫人的脸 我面无表情地走近 一改往日的柔情 冷声道 我在闺中便听兄长提起 夫君少年英杰 即便面对凶神恶煞的满足 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如今竟如此自暴自弃 在她错愕的目光中 我眼眶微红 当初人人都笑话我 堂堂国公府敌女 是嫁不出去了 才尚赶着做虚弦 可我却不理会他们 我心中总念着那个跟着 老侯爷打了无数胜仗的少年将军 不愿明珠蒙尘 顾玄钊的脸顿时仗红 我知夫人是想宽慰我 我却有自知之明 往日在风光又如何 如今伤了腿 连走路都困难 哪还有上阵厮杀的劲 我谋光坚定 搭上她的手 若是夫君信我 不妨让我放手一试 就算是为了世子 夫君这个做爹的 也不能再消沉下去 即便不上战场 也有千千万万的法子 为朝廷效力 言及此 我冲她笑了笑 从前父兄的部下 便是缺胳膊少腿 也定不会做逃兵 侯爷莫非想被我看低 她眸光闪烁 看我的眼神 好似多了几分柔情 如顾玄钊这般 曾经的天之骄子 一朝跌落凡尘 即便嘴上不说 心中也断不愿 屈居于后宅之中 旁人总是一味迎合 却忘记了身为男人的 顾玄钊也有自己的 自尊与傲气 我将兄长寻来的大夫 接近府中 日日为顾玄钊治疗 她的腿圆就不是什么要命的事 只是她从前自暴自弃 加之对王妻有愧 才自欺欺人 以这伤腿警示自己 莫要忘记王妻的恩情 如今我日日服侍在侧 加之医师细心照料 她的腿伤近奇迹般有了好转 而这半月以来 她夜夜塑在我房中 顾淑然知道后 气得在院中大骂 好一个狐妹子 为了防住我 顾淑然总是以不同的借口 将顾玄钊支走 今日是思念王嫂 邀兄长前往青莲冠上香 明日便是牵挂柿子 闹着要兄长带她入宫探望 起初顾玄钊看在沈氏的面子上 甘愿与她一同前往 可次数多了 心中难免烦闷 终于惹得顾玄钊心中烦闷 出言斥责 成日只想着这些事 不如赶紧将自己嫁出去 已经成了老姑娘了 心中还如此坦然 顾淑然气得咬牙 也难得的消停了几日 一个月后的马球会 我与顾玄钊在场上 并肩夺了极好的彩头 在场的贵卷都看愣了神 纷纷上前庆贺 顾侯和夫人当真是般配 看来叶大娘子果真是侯府的复兴 瞧着顾侯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我娇怯地低下头 那一日 顾玄钊的眼神从未离开过我 顾淑然看见顾玄钊的腿 才明白了我的用意 她非但没有半分为兄长即将康复的欣喜 反而生了几分危机感 马球会尚未结束 她便匆匆回府 皇后娘娘将我换到跟前 眼中满是欣慰 不愧是本宫交出来的 当真没叫本宫失望 我弓着身子回话 臣妇多谢娘娘赐教 若非娘娘提点 臣妇又怎能揣夺出夫君的心思 皇后点了点头 又许我将世子带回府中 世人若不清楚顾玄钊纯良的性子 只会以为顾玄钊对王妻情深义重 绝不会再对第二个女子动心 皇后娘娘曾多次提点我 审是平民出身 只因幼是机缘之下的救命之恩 与婚后的真情动人 才让顾玄钊对她念念不忘 可两人之间到底是少了几分男女之间的情愫 我既有才貌 又何愁无法笼络住夫君的心 世子回到府中 便与顾书然抱在一块痛哭 顾书然将世子上上下下打亮了个遍 生怕世子在宫中受了什么不为人知的虐待 若是不知情的人看了 都该以为他们才是亲母子 顾玄钊也红了眼眶 世子与顾书然在一旁儿语几句后 便恭敬地走到我跟前抱拳行礼 这些日子儿子在皇后娘娘的教会下 方知晓从前多有无礼 冒犯了母亲 还请母亲原谅儿子从前的莽撞 顾玄钊满意地点点头 顾允堂以极快的速度与顾书然交换眼神后 便满眼真挚开口道 皇后娘娘教会 做儿子的自然要在嫡母跟前尽孝 儿子听皇后娘娘说过 母亲是京中数一数二的才女 儿子此次回府 希望能在母亲西下学本事 还请父亲母亲应允 看她稚嫩的脸庞 即便心中清楚她别有用心 我也笑着答应 自然是要的 福宁是你的嫡母 幼妇有师叔见识 你便好好跟嫡母学些规矩 顾允堂乖顺地跟我回了院子 我却留了个心眼 要看过她的嬷嬷 留意她的动向 后几日的夜里 嬷嬷便来回我 顾允堂总是在夜深 偷偷前往小姑的院中 回来时都会带上一盒点心 我惊觉不对 立刻让嬷嬷将那糕点端了过来 又私下将母家的医师换来 起初医师小心用银针试探 都无任何不妥 可当她将那糕点掰开细细琢磨时 却发现了不对 医师沉着脸回我 好歹毒的心机 死毒换作落回 用银针试不出来 更与寻常目鼠粉外观相似 若是长期服用 便可致人神志不清 浑身无力 下毒之人料定柿子会贪嘴多时 若是用得多了 便是毒性弱也可夺人性命 我在心中冷笑 随后将一袋沉甸甸的银子 交到医师手中 叮嘱她将此事烂在肚子里 皇后娘娘自幼便教导我 若没有将敌人一招击毙的成算 便要耐得住性子 寻找机会 我问过伺候的嬷嬷 那糕点都是世子素日极爱食用的 如此想来 恐怕连顾允堂自己 都不知道那糕点中有毒 还傻傻地以为 狄青姑姑疼爱自己 甘愿与她沆瀣一气 顾书兰此举定然是要作使我 毒害世子的罪名 一来让我万劫不复 二来 除了沈氏所出的世子 届时 偌大的侯府 只剩她是顾玄钊的亲近之人 又何愁无法拿捏兄长的心 十日后 顾书兰突然邀我共进早膳 素日她都看不惯我 多次装病 不愿与我接触 今日恐怕是鸿门宴 我带着顾允堂到了堂屋 细看顾允堂的脸色 好似有些苍白 想来是连续服用顾书然 给她的毒糕点所致 即便她只是一介孩童 我也并未暗中阻止 毕竟 她在挑拨我与顾玄钊感情的时候 也未考虑过我这个嫡母 早在她入了我的院子后 我便发现她在暗中知会顾玄钊 我这个嫡母对她多有苛待 不过是读书时犯些困 我便对她动辄打骂 顾玄钊每每看到那触目惊心的愚痕 都是好一阵心疼 可她却洋装委屈董事 父亲莫要怪母亲 母亲这都是为了堂儿好 是堂儿自己不争气 顾玄钊虽认为我法子严苛了些 可她一心认为我是真心教导 便没有当面质问 可若是长此下去 便是对我在信任也会有所不满 顾书然教她的法子 可远不止如此 因着顾允堂如今养在我院中 顾玄钊来我院中的次数更多了些 她竟教唆柿子 偷偷在我的汤药中下红花 嬷嬷偷偷告诉我 顾书然蛊惑柿子 若是那个女人怀了孩子 兄长恐怕会有了另立柿子的念头 就算你是嫡长子又如何 那女人最善狐媚之数 若是哪一日要你的命都未可知 这一晚红花下肚 不仅能让她终身不孕 还会让她患上下红之症 同房都难 还怕她蛊惑你爹吗 顾书然对兄长占有欲极强 连曾经的审视都容不下 又如何能眼睁睁看着我与她的心爱之人 抗力情深 若非我提前知晓 恐怕此刻该忧心的人便是我了 顾玄钊见一家子难得的起整 心情大好 一个劲往我碗中夹菜 全然没注意到一旁顾书然眼中的算计 突然 正大快朵移的顾允堂口吐鲜血 脸色惨白地晕了过去 顾书然一个剑步上前 将晕倒的柿子抱在怀中 开口第一句话不是请大夫 确实对我发难 嫂嫂竟是如此看顾世子 好好的孩子进了嫂嫂的院子 如今却成了这副样子 顾玄钊也是慌了神 我未顺着顾书然的话头 当机立断便叫双桃拿帖子去请医师 顾书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你个毒妇 谈而如今敬你如生母 她不过是个孩子 如何能受你这般戳磨 素日里打骂便罢 竟连活着也碍了你的眼 我正欲解释 顾玄钊却冷静了下来 破天荒地挡在我面前 事情尚未有定论 扶宁不是这样的人 当务之急便是先弄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拖久了 唐儿若是有性命之忧 又该如何 我有些错愕 没有想过顾玄钊尽会替我解围 顾书然却扑到顾允堂身上 眸光很利 不许我的人碰他半分 兄长应当清楚 他既做了这侯府的主母 定然会为自己打算 怎会心甘情愿对唐儿好 如今唐儿不省人事 想必便是被他毒害了 若无不护的唐儿 只怕今日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争便间 医师姗姗来迟 把脉过后 医师与我交换了眼神 却是欲言又止 我示意他有话直说 医师深叹一口气 才俯身回话 世子这是中了毒 不过好在服用的时日尚浅 只需好好僵养着便可康复 顾书然哼了哼 这下你还狡辩什么 唐哥的饮食都是由你亲自照料 也只有你才如此轻松地算计 顾玄钊侯杰滚动了两下 眉眼轻颤 福宁 你有没有 我顾作惊惊失望 泪珠雨点般落下 夫君竟如此不信我 世子养在我院中 我便是要加害 也定不会选在此时 若是一招事发 我百口莫辩 况且世子若是在我院中出事 皇后娘娘必定降罪 我何苦要作此损人不利己的行径 顾书然脸白了白 你还狡辩 除了你还有谁会那么害堂啊 见识机差不多 我捂着额头 亮呛了两下 脸色一白便往后倒 双桃在我身后 稳稳地接住了我 在醒来时 顾玄钊正坐在我身旁 听着医师的诊断 夫人已有三月身孕 只是受了惊吓 胎相不稳 顾书然咬碎了牙 原来是有了身孕 怪不得急着枪害世子 这一次 顾玄钊没有被顾书然的话语蒙蔽 而是目光关切 你既有了身孕 为何不告诉我 我故意将头撇到一边 哽咽着落泪 半句话也不出 此时文生赶来的柳嬷嬷嬷嬷嬷 侯爷今日的事 当真是错怪了夫人 当初夫人知晓自己有身孕后 生怕世子心中不快 疑心侯爷偏颇 眼见如今和世子的关系 稍有缓和 这才将有身孕的事情瞒下 不想还是遭侯爷疑心 顾玄钊细想过后 也自觉内疚 我无嘴咳了两声 顾玄钊眉眼贫促 夫人出身降门 素日身子骨健壮 如今怎会这般雷弱 医师惶恐 跪下半天都不敢回话 顾玄钊多番询问 医师才敢说实话 老夫给夫人诊脉之时 便发现 夫人体内也有少量的毒 老夫不敢贸然下定论 便叫下人 拿了夫人与世子的吃食 一番检查下才发现 两人中的毒是一样的 世子年纪上浅 喜食甜食 这才中毒更深 双桃顺着医师的话质问 好毒的心机 世子时常在夫人面前表孝心 即便夫人不爱吃甜食 可世子递过来的糕点 却从未拒绝过 此人定是想趁此机会 将世子与夫人一并处去 顾玄钊气得发抖 召集我院中的下人审问 势必要将事情查清楚 很快伺候世子的嬷嬷 便和盘托出 那糕点 是二小姐给世子的 柳嬷嬷指着顾书然发问 素日里二小姐便对夫人多有为难 如今为了算计夫人 竟连世子也害 就不怕老侯爷老夫人 泉下有之 后悔当年将你接近府中吗 两个身强力壮的婆子 当即便把顾书然按在地上 她还在做垂死挣扎 不是我 兄长你宁愿相信那个贱人 也不愿念着我们多年的情分 今日之事 是我有意为之 我当然不会怀着身孕 还以身犯险 那医师早就与我串通好 为的便是将下毒之事坐实 更让顾书然百口莫辩 顾玄钊脸色铁青 堂儿素日最亲近你 那糕点却是出自你的院子 难道就因不满心扫 你便用如此手段来离间 挣扎间 顾书然腰间的锦囊突然掉落 她浑身一颤 不顾自身的失礼 也要将那锦囊护在怀中 见此 柳嬷嬷摇了摇头 侯爷可知 当年沈氏 我故作惊慌 阻止柳嬷嬷将真相说出 嬷嬷不要 随后便让下人先将顾书然带下去 等候发落 一听沈氏 顾玄钊原先失魂落魄的脸 都燃起了精神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到此时还要瞒我 柳嬷嬷眼面哭道 我一听大夫说起此毒 便知晓了事情曲折 那毒与当年沈氏所中的毒是同一种 顾玄钊红了眼 浑身颤抖 什么中毒 宛若难道不是因为替我吸出贱毒 才伤了身子 不治而亡吗 当年老奴见夫人身子状况不对 便暗中问了大夫 侯爷的剑伤虽有毒 可只需服些解药 断不至于伤了底子 方才老奴听医师提起此毒的症状 又细想当初夫人的状况 便意识到两人中的是同样的毒 二小姐这是故技重施 要害死世子与夫人 让侯爷绝后 真相昭然若揭 顾书然毒害世子的事情 已然被垂死 此时又被嬷嬷点出 她当年害死沈氏的事情 便是顾玄钊 如何顾念兄妹之情 也断不会再纵容她 顾书然还以为 她的兄长 还如从前那般好敷衍 只是她疏忽了 我并非沈氏那般无心计的女子 断不会被她以如此诡计拿捏 柳嬷嬷从前便看不惯顾书然 一个养女竟比当家主母还威风 私下将此事报了我 我也由此联想到 沈氏的死因恐怕有蹊跷 顾玄钊一直因为沈氏救她 而独发身亡之事内疚不已 如今骤然告诉她真相 她从前所受的苦难都是个笑话 又如何不会气急 顾玄钊心痛如脚 目自欲裂 她深吸一口气 将快要掉出来的眼泪憋回去 疏然 你入顾府十余年 我将你是做亲妹 宛若心地善良 任你素日如何任性 却是亲自照料你多年 你究竟为何要置她于死地 她的眼泪终究是掉了下来 神情悲痛 我如此信任你 自宛若离世后 我便将你和唐儿是做唯一的血亲 你却如此害我 真叫我寒心 顾书然哽咽 心虚地不敢看她 只是愣正着握着自己手中的锦囊 一旁的婆子见机夺过那锦囊 里头的东西就这么明晃晃掉出来 分明是一小机要粉 她将此毒随身携带 便是为了寻到机会 害人 更不易被人察觉 我将那锦囊拾起 将里头绣着顾玄钊小字的刺绣翻了出来 那锦囊中还夹着一缕青丝 顾玄钊眼中的光熄灭 嗓音颤抖 这不是我放在宛若观中的一缕黑发 如何会在你手里 似乎是触及她的痛处 顾书然也不再装了 冷笑过后 她眼含热泪 看向顾玄钊 哥哥你可知 这些年书然心中有多苦 若非碍于世俗 书然又何尝不想与哥哥指手到老 像是精神恍惚 说起话竟没有分寸 我将周围的家丁都遣出去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自然要为侯府的名声着想 顾玄钊虎曲一阵 满眼震惊 你 我们是兄妹 她惨白着脸捂着胸口 私生吼着 有何不可 那神宛若不过是个小门小户出身 既无家事又无才貌 不过是以救命之恩相邪 如何配与兄长结发为夫妻 生的儿子也是个蠢货 我就是见不得他们这些下贱胚子 他们都能在兄长身边 为何我不可以 顾玄钊终于意识到了顾书然对自己的心思 往后亮翘了两步 口中喃喃道 你疯了 她跪着爬向顾玄钊 目光阴切 似乎还有几分期待 兄长你忘了吗 当年我被接入侯府时 人人都瞧不起我出身乡野 只有兄长 你在我夜里梦魇时陪着我 我快不上前 狠狠甩了个书然一巴掌 二小姐精神恍惚 胡言乱语 还不快把小姐带下去 请大夫好好看看 顾书然将自己的真面目彻底显露出来 她害死沈氏 毒害世子 算计与我都是争争的事实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如利剑 狠狠刺在顾玄钊的心口 见人 见人 都是你 若不是你 兄长怎会苛责于我 我明明可以和兄长一直在一起的 被拖出去时 她不断出言辱骂 顾玄钊再也忍不住 杀了她 杀了她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她犯下如此大错 便是不死 顾玄钊也不会再见她 她到底是侯府名义上的女儿 若此事传扬出去 于侯府的名声有损 安抚好顾玄钊后 我小心接过此事 顾淑然被禁足的这段日子 我难得能放松养胎 到底是多年的兄妹情分 加之我从中劝慰 顾玄钊只是命人将她关在柴房中 留她一条命 可却要她受尽苦楚 这段时日 顾玄钊日日来我房中陪我 看着我喝安胎药 情到深处 她居然哭了 在我耳边一遍遍说着自己的不是 从前是我没有做好夫君的本职 才生出这诸多事端 在我心中 你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 从今以后 我定将心思都放在你和孩子身上 你和宛若不同 她素日胆小 单不起事 不似你有胆色 其实在看见你的第一眼 我便被你吸引住 我笑着点头 依在她怀中 听着她的肺腑之言 世子自中毒苏醒后 总是精神恍惚 连话语都说不利索 大夫说恐怕是年纪伤浅 毒性入皮 不忠用了 伤心过后 顾玄钊便将期望都放在我腹中的孩子身上 毕竟侯府的世子 断不能是一个痴儿 六个月后 我顺利地产下一个女孩 看着柔软娇嫩的女儿 顾玄钊喜极而泣 女儿好 女儿像你 日后定是个才貌双全的闺秀 我笑着将她推开 从前我可是听夫君说 想要一个男孩 跟着你学武功呢 她捏了捏我的脸 满脸坏笑 那夫人便在努努力 再为我生个孩子 嬉笑过后 我趁机提及世子 堂儿终究是无辜的 不该为我们长辈的恩怨所累 不如将她接回我院子 由我亲自看顾 旁人也不会磕带了去 就算日后我们有了儿子 她始终是这侯府的世子 顾玄钊大为感动 我将顾允堂安置在我的偏院 顾玄钊闲时 常常与世子睡在一屋 贴身照料 好似从前那般父子情深 可一日夜里 原被关在后院的顾书然 竟逃了出来 静止奔向我的院子 我和女儿睡得正香 便听见偏院里传来骚动 双桃冲进来抱我 神色惊慌 二小姐跑了出来 静止朝偏院去 恐怕是以为 房中的人是小姐的孩子 竟误杀了世子 那匕首就这么 刺进了世子的胸口 双桃告诉我 顾书然吃尽苦头 日日吃馊饭 连府中的下人 都能对其动辄打骂 不过短短几月 就已经不省人事 成了个疯婆子 我赶到时 顾玄钊的素衣上 都沾满了血 手中的长剑 已将顾书然封喉 顾书然倒在血泊中 谋中都是不甘 柴房一向是有人看顾的 今日之事并非意外 我嫁入侯府 并不是为了 做个大度的主母 皇后叮嘱过我 当下唯有子嗣 才是最重要的 而这侯府世子 日后只能是我所出的孩子 顾书然一步一步 走进我的陷阱 如今的下场 也算是咎由自取 见我到了 顾玄钊失魂落魄地 丢下手中的长剑 为何我已经留他一命 他还是如此恶毒 是我一时心软 才害了唐儿 我当初怎么不直接杀了他这个毒妇 若今日是我们的女儿睡在这 恐怕已经遭遇不测 我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没事了 你还有我 顾书然自食恶果 偷鸡不成十八米 死在自己心爱之人的剑下 府中对我有爱的一切人士都不复存在 嫁给顾玄钊的第三年 我终于生下一个儿子 顾玄钊向陛下请旨 立我们的儿子为世子 我的孩子自出生起 便有国公府撑腰 更没有任何数字威胁 那一年 兄长在战场上负伤 因着养伤 无法领兵打击满足 于是他引荐了顾玄钊 重拾战袍那日 顾玄钊眼中都是按捺不住的兴奋 他抓着我的肩膀 一遍又一遍地确认 自己不是在做梦 看着上在抢宝的孩子 他意气风发 夫人且安心在府中等我 等我替你和孩子正前程回来 我点点头 在他唇上落下一吻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 偌大的侯府 不用伺候公婆 没有数子女与姨娘争宠 全凭我一人做主 我的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 谢谢 儿子 看着可 vandaag 幽望